原本的他们生活甜蜜幸福 可是近些年来 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 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矛盾 很久很久很久了 应该说从08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我一直都在叫做委屈求全 我们认识很多人 那这些人呢 又比他优秀的很多的 我都可以说 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心动 对这个家庭的完整性 我一直都还说在努力保持 但现在我发现 我自己的意义 我没有那种机器 就这种机器 包括在工作上 我现在不知道赚钱干什么了 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都已经找不到以前了 他的一些做法 对不对 让我每天每天 就沉浸在这种环境下 所以我现在 很不喜欢这种生活 他是以前的话 前半年他是 晚上出去 但是还是会回来睡觉 12点之前会回来 但是从今年的7月到9月 这两个月就 基本上晚上到了 七八点钟就关机了 然后就晚上就不回来了 然后甚至就是晚上不回来过夜 然后有时候在外面 好几天都不回来 打到电话有时候不接 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 重拾幸福的婚姻 夫妻二人走进了 谁在说的演播室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个专家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湖南 那最近呢 中央电视台 有一个非常热播的一个话题 他说你幸福吧 我今天想回答 我不知道 因为我有点迷茫 结婚呢 我们已经有六年多了 在这六年多啊 当然我们也曾经有过欢乐 但是近几年来 尤其是近两年来 越来越感觉到疲惫 这个疲惫呢 更多的是来自于家庭 对我的方方面面的质疑 来自妻子啊 对我的怀疑 不开心 不幸福 不快乐 对 可以通过几个事例 来佐证一下 好 我们请这位先生 到我们现场来 看看他到底哪些事情 让他觉得这个婚姻 不幸福 不快乐了 来 掌声有请 我简单了解一下 这位先生的背景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 我今年29岁 29岁 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我是05年10月份到的 应该六七年了 现在在北京 从事什么行业 我在北京做生意 有公司 有公司 应该做的还算可以 有几个孩子呢 我们有两个小孩 结婚几年 我们06年结婚 六年了 六年 我听我们编导说 你事业现在做的挺好的 应该其他的 都能够达标对吗 这个是可能编导有点抬举我 我只是说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 在路上 也就是说 因为我在事业的成功 我的理解是 自己要很有钱 并且我的企业 要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身边的人都有幸福 所以我现在离幸福啊 这个差距越来越远 尤其是近几年啊 刚才谈到这个家庭的问题 那我现在面临几大现象 第一个现象 手机经常被擦 从来没有过 其二 皮包经常被翻 我从来不过 他的手机和包 跟那个的 其三 衣服经常被闻 这个被闻 就是闻我身上的味道 到底有没有改变 有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 然后把衣服拎起来洗 然后衣服切割就很大很大了 我说这个 你衣服怎么弄到香水 他说我怎么这里香水位 我那衣服香水位 是实实在在的呀 我不能外出 因为我外出啊 我这个电话 基本上会被打破 当然了 这个电话都是来自于 同一个号码被打的 我从来不可能打破的电话 那如果不接 那基本上要打到你手机没电 这是第一个现象 可以查了 移动公司的人 通常记录 这个话我不想解释 因为他一直强调是这样 但实事是没有的 第二个现象呢 那我 他会发动身边 所有的亲朋好友 来探寻我的风际 怎么可能告诉其他人呢 就如果说他觉得 这个是事实的话 他可以利用亲朋好友 过来证实呀 所以我都跟自己讲了 我说要不就 干脆就在我身上 装一台PPS 那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他也放心 我也安心 在你记忆当中 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你的妻子 对你这样进行一个跟踪 暗示查你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事情很多 次数很多 但是在我记忆当中 就是说有这么一些现象 会经常有 那比如今天早上我出去了 一天不在北京 那我的电话未接来电 起码50个以上 其二点和我非常熟悉的朋友 基本上都能接到他的电话 就要确定我的行踪 先听 比如说今天你说了 你跟老婆说 老婆我今天去天津出差了 然后他会向50个朋友来印证 你是不是去天津了 所以我现在我就发现 心理学家讲话很管用 他说你如果讲一个谎话 要用10个真话 他来圆这个谎话 我现在是讲一个真话 他们要用50个谎话 来圆我这个事情 那天钱采的时候 我在办公室 我见过你 就觉得 一个帅小伙进来了 就你能给大家传递的出来 就是那种 你看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大家都很喜欢你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这种喜欢 让你的妻子这种完全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给了我太多的欺骗 也太多的广化 所以我确实对他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这种不安全感 也是更多的 应该是源于这几年 整个事态的发展 因为刚结婚以后 他是在这个家里的 这个电信局上班 我已经到了北京了 我在06年的时候 我已经有公司了 就那时候做公司的这个副总的 那时候我就把他调北京来了 调北京来以后 他就一直以来都是在我公司 逐渐逐渐我就发现 有人不对劲了 这个不对劲呢 我就发现手机莫名其妙的 这个就被查 然后我的包啊 动不动就被翻了 要是如果我不在家的 这个我的朋友的电话 就基本上就莫名其妙 就开始打了 因为我以前 我带他出去见朋友 我带他出去见朋友 一见朋友的话 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互动 我从来没跟他朋友交流过 我都不知道他的本事哪些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我不能带他去见朋友 这个不带他去见朋友 就发现事情更多 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一步一步的 他就是怀疑心越来越重 其实更多的我认为 是来源于他对我的怀疑 这个应该是在 10年之前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这几年 我是每天生活在怀疑当中 说不清楚了 比如你的电话被查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私密的 比如说聊天工具啊 QQ啊 MCN呢 有啊都被盗了 密码都被盗了 9月初的时候就唯一的一次 唯一是什么 把他QQ给盗了 所以我以后我就干脆 你比如像我的iPad 我就干脆不设密码 对不对 我的QQ我就随便 我的密码我就写在桌面上 你去吧 你去翻吧 但他曾经也盗过我几次QQ 密码他知道了 比如说你QQ里面 有一百个好友 如果我是你的 像你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太太的话 我肯定会跟你的一百个好友去聊天 然后试探的来了解你的动向 对 这就是他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有很多朋友 都是通过从我QQ里面啊 慢慢慢慢 他们开始熟路了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创新嘛 都在都在翻新 说不定我有一百个 以前有一百个好友 现在我又认识一个新朋友 对不对 那这个新朋友 他又开始怀疑 那你这些 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跟他谈过没有呢 以前也有很多沟通 但现在来讲 我发现沟通啊 已经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他根本没交流过 也就经常我和他去交流 这个为什么不能到我QQ啊 为什么我要有距离 为什么我要有这个隐私啊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他都要隐私的 他需要被人尊重的 所以我跟他说过这些事情 那我问你 是不是你就真的做过一些 让他觉得 他不放心的一些事情 这个就是他 这个是我认为他在怀疑 他也许啊 有一些这个广告公司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个月 大概广告很多钱的 对不对 那别人有些广告公司的 要找我 是不是 有个时候 给我发一些信息啊 或者就说 偶尔开个玩笑 或者朋友开个玩笑 亲爱的 我们晚上请你吃个饭啊 对不对 像有些广告公司的小女孩子 他就这样 您说这个我想起陈律师 陈律师经常跟我们团队 在沟通的时候 就也叫亲爱的 他亲 但是这是一个淘宝语 亲没关系 亲是淘宝语 亲爱的呢 是吧 就有点情感因素在里边了 你有这样这个 这样种艰辛的情况下 如果让他听到 对方这么称呼你 或你这么称呼别人的话 那他恐怕真的翻车 不是 所以就是矛盾就从这里开始了 就埋下隐患了 所以我想矛盾的98%来源误会 他不单是亲爱的 有时候老公 我很幸福 老公吃饭了吗 是这种语气的 太太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了吗 来了 音频帮我推一下妻子的话筒 女士你好 你好 刚才你先生讲的一切 你都听到了吗 都听到了 其实他说这些话呀 我类型是非常伤心的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事实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事实 也就是说 您认为你这么做 是事出有因的对吗 不是 因为在这个 确实在 应该是在08年之前 我会看到的手机 甚至看到的磕磕 但是看到太多太多的这种 一些爱美的信息 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就是说 心痛了很多次了 我就不想再看了 就是基本上在08年到现在为止 我从来不看他手机 他的手机一回来是属于关机的 包括他的手机 也都是有密码的 都锁了的 我是从来走了 我可以对电发誓的 我是没看他手机和钱包的 也就是说 你对你先生的这种态度 是分为两个阶段的 08年之前一个阶段 就是每天希望 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08年以后呢 就是基本上是丈夫的手机呀 可可是不查的 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觉得看了之后 我会更伤心 我就选择不看了 我就眼不见为近了 但是就是说 他说到到可可的话 我可以就是说 你在所有的观众朋友面前 我都可以说 就是应该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九月初吧 因为他的事情发生太严重了 让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想知道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 所以说我到过他一次可可 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承认 就你到过他的可可密码 对 然后他第二次说到说 我不停地跟他的身边的朋友 打电话 这两年 他的身后缺和朋友缺 我从来没接触过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几个朋友 我所知道的朋友 他最多是一个 最见过面的是一个 他的所有朋友 我都不知道的 妻子通过连线 他都已经开始 情绪很激动了 是不是到现在 妻子觉得他完全掌控不了你了 那不是 我这人很感激的 很感恩的 我跟您讲一讲 我们当时和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 我和他呀 曾经啊 应该来说也是这个门当户队 从小开始 你所谓的门当户队是指 我们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家庭啊 包括我们的出生 我们的阅历啊 这是曾经 那曾经他也很好 也帮过我 也很能理解我 因为一直以来 我对选择老婆啊 选择妻子啊 我都有几个指标 他现在目前肯定是自认为自己非常不错 然后觉得我是那个正常 第一个指标呢 要有共同的价值观 前几年是不认为的 其二一点呢 要有相似的社会经历 他特别能说 其三呢 要互相的理解 互相欣赏 他一直就不转到不好看 其次啊 要孝顺和善良 他对我的父母的话 你说的哪种 如果说是细腻的的话 是没有的 其五一点 应该要能相互支持 也就是说在当年 你们俩结合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 有着相同的点的 对对对对 但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在前面跑跑跑跑的很快 然后妻子拉到后面 拉到这个距离太远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吗 大概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是 03年的时候认识他的 那时候我刚刚工作 每个月才几百块钱 在老家是吗 对 我现在讲一句自残的话 我当时就是很惭愧的话 我当时连租房 我都租不起来 他呢 当时借了1000块钱给我 就正因为这1000块钱 那我跟他请定终身 那是最开始谈的时候 他是一无所欲的时候 因为当时 敌对学生 我也是没钱 我那时候上班 一个月才600块钱 因为他要到长沙来 我记得 当时我也没有房子 我那时候住的房子 就200块钱一个月 我当时 想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所以他当时 借了1000块钱给我 这是唯一一次借钱给我 借给他 其实也就是给他的 我拿了这1000块钱 租了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房子 给他住 从那以后 我赚的所有的钱 我都交给他了 就从那个时候 我剩下一分钱 我都不要的 这个是是的 那我从来对他不释放 既然选择了他 我当时我的心态 毫无保留 对 毫无保留 所以我当时应该来讲 所有的钱 叫所有的钱 我身上哪怕有一百块钱 我都会画在他的身上 我当时就这么一种心态 我们当时 钱应该也不少了 那时候我们全部都给他 包括买房子 买什么东西 所有的事情都他做主 但的的确确在2009年 我已经有 2010年 应该来说 我有一定的变化了 就2010年 这个变化是指什么 就是说比如这个钱 我不会 全部给他了 不会全部给他 可能给他90% 他肯定有私房钱 他知道你留有私房钱吗 那我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 这是我讲的真心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有几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在价值取向这一块 已经不能共鸣了 不能共通了 等一下再说吧 那比如我要创业 对不对 我今天需要多少钱 来投资做这个公司 如果他一旦不认可的话 因为我本身 我和他接触的环境 已经有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掌握的信息 也是不一样的 但我和他去做这个事情 沟通的时候 他就不能理解了 项目的低位 项目的盈利点 包括项目的合作模式 包括项目的投资大小 他都不跟我说 结果拿清楚了 因为本身都是自己家里的钱 我们又不找PE 那我没必要去 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 利润分析 投资回报 对不对 包括我的管理团队 我不可能面面给他拘到 我只能跟他大概的讲一讲 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 行不行 能不能赚钱 大概基本上 我就把这些东西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以后 因为他本身 他现在来讲 他的一个 用我的观点实际上 他是一个非常保守型的 在这个投资理财 他是非常保守型的 他逆可一个月 打工赚2万块钱 对不对 他不愿意去投2万块钱 赚10万块钱 他不是这种心态 而我是什么 想去投资 想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一块的 这个投资里面 我们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我们为这个投资 为做生意 像这样次内的事情 我们起码炒个不下14架 就好像给他的 就已经全部是他的 有应该来讲 当下流行的 有这么一句话 他的就是他的 我的还是他的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自控 就是在家里的 这个经济大权上面 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 我觉得 说不清楚了 他想买什么东西 买项链 买戒指 对不对 买表 什么东西 他想买就买 手表是这次我过神日 今年过神日 他送给我的 也就是说 十件事情 他自然想 想做这个十件事情 当然 他也许可能问我 对不对 但十件事情 他都可以做主 而我想去做一个事情 比如我今天想去买一手机 哎呦 苹果手机五千块 这么贵 对不对 这个车十多万这么贵 对不对 还要化油 还要费油 对 钱真的还不购 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你挣到有数的钱 你就被人控制了 是 我就发现 我就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了 因为他 我开公司 我们做公司的时候 他就在公司里面管着 对不对 所有的钱他都管着 每天到财务 他去领钱 所有的事情 他都在财务签资 那这个时候 我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逐渐逐渐 我就发现不行了 逐渐逐渐 你就开始有四方钱了 四方钱也 其实来讲 我现在也不钱 概念也不强 除了这些 在生活当中 他对你不放心的 这些举动 查你 跟踪你 GPS 定位你 就种种这些 外在的一些形式之外 他在生活当中 你们两个人 比如说 有没有谁动手啊 这个有过 这个应该来说 两口子在一起吵架 这个 应该来说 语言啊 包括肢体啊 但是也不是说 什么非常严重的一些事情 但是也不多 我现在身上的一个事 是昨天他打给我的 你看这个手上 他一脚给我踢的 在前期 过这个策划案的时候 编导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那是打我 就这张照片 说实话 他那人给我 递到我的时候 我都没敢看 真的开会吗 哎呦 吓得我一跳 这是我抓的 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能对 能对自己老公下这样的手 他也是一次在这个 就在这个房里面吵架的时候嘛 他就使劲地把我的头给抓住 我的头发掉了一把很大 因为他抓住我头实在我弄不开了 然后我就手就直接就不抓 我也不知道是抓到哪 他就抓到他脸 抓不到是这样子的 男人的胸怀都是被冤枉 被委屈称扎的 这个我今天呢 我来讲委屈啊 我觉得我的胸怀不够大 但是我底底卷卷有委屈 那天他是因为什么这样子 这个就是家常 这个就是家常式的 你比如你像这个 我在公司一开会啊 底下做那么多员工 那我在上面讲了以后 我说别人 你是公司的老总是吧 对 他是公司的什么职位 他是公司的副总 销售副总 销售副总 那也就是说 我在上面讲 他就在下面拨 我说 什么意思 什么叫拨 反驳是吧 反驳 肯定不可能 跟他就叫拨 只是说有些方面 他没想到的 我提出来 我说其他人反驳啊 可能也许我更理解一点 更能理解一点 但他老师 我今天讲这个 他就哎呦 要跟你这个指出个一二三 好像他比我更厉害 那我说你比我更厉害 你就上来你来讲 我觉得他 有点他喜欢 表现自我的 比如啊 这个一百十个人开会 对不对 那九个人 他们都觉得很认同 对不对 而他就是老师 去指动指吸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搞得我很没面子 你会经常指动指吸吗 不会 你觉得是因为没面子 那一个是没面子 你没有发现 你老婆其实也有 做总经理的这个潜质呢 他现在比我还牛 我很认同他 我很认同他的 这个能力 工作能力 对 我说你再好再好 对不对 你就是哪块是一块美欲 和我不适合了也不行 对不对 你再有能力 是不是 今天好 OK 国际大明星 对不对 你长得很漂亮 但对不起 你的绯闻太多 是不是 不适合我做老婆 那这个东西 我就没办法 对不对 你觉得他在公司的同事面前 也没有维护你的形象 基本上没有 那这家里家外 没有一个地方 符合你的要求的 所以我就 不和他在一公司 另外在 现在两个人自己 对 我又重新弄公司了 就9月13号开始 再往前面走 一两个月的时候 应该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又去办了一家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就他来管了 现在完全脱离他了吗 差不多了 2012年9月13日 对于刘先生来讲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在这一天 他不仅在工作中 摆脱了妻子的束缚 同时 由于夫妻二人长期感情不和 经过协商 二人在这一天 来到了民政局 今年的9月13号 是因为什么原因 去了民政局 9月13号 我们回了一趟老家湖南 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 包括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应该来说 大家都同堂一时 来讨论我们的婚言话题 讨论的一个结果 最后还是选择离婚 给我一点感情没有了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跟他说要回去离婚 其实这事 惊动了家族所有的长辈 应该来说是家里有 这个有名望的一些人 包括最亲的人 他们都过来 双方父母都参加了 对 双方父母都参加了 最后我们也经过 应该说两天 这么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交流 大家把心里想说的话 包括对之前所有的过错 我们都摆在桌面上谈 包括对家庭台层的分割 我们当时 我们应该来讲 都做了一些深入的一些研究 那最后在9月13号 一大清早 那我们就去了民政局 结果到民政局的那一刻 突然他就流泪了 也许他流泪的这个目的 他是有更多的不舍 所以一直以来就在民政局门口 就拉着我 就不让我进去了 根本不是我让他不让他进 他走在前面 我走到后面 他跟我应该说了 将近有一个多小时 那不可怜的 因为我是一个天秤座的一个人 我有个时候我发现我自己 在意志上有些不坚定 也许是源于一个习惯 因为他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 其二一点源于对家庭小孩的一些眷恋 因为我们家里有小孩 跟着小孩现在非常可爱 那其三一点呢 源于我自己对家族的一些责任 因为我们家里都是一个 很传统的一些家族观 从来没有人离个婚 这个离婚这个事情 出现在我身上 多多少少 我感觉到了一个莫大的压力 在那一刻你动摇了 对我动摇了 他跟我说他不想离婚 他因为他跟我说了 已经有半个小时 他不想离婚了 我说我们真的要离吗 最后一次了 就是说如果说真理的话 那小孩基本上就是 在搭建家庭生活了 那我想知道 你们两个家族 在一块谈判的时候 你刚才说到说 大家都同意离婚 是指你同意离婚 还是两个人都同意离婚 应该是两个人都同意离婚 其实我两边的父母 她都不愿意离婚了 她是强制压阵 那为什么在913号 去到民政局的那一天 她又这样去求你呢 所以有种东西 叫做环境决定一切 也许到那一刻 她已经无路可退的时候 或者我们已经 无路可退的时候 我们发现 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也许这就是我们 当时最大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在你内心的深处 内心的声音 对这段婚姻 你还是有一些不舍的 我刚才说了 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坚持 第一是基于家庭的环境 其二一点 是基于这好几年之间的一个习惯 其三的的的确确是孩子的一个亲情 所以今天到这个节目来 我还是两个字迷茫 所以我现在来讲 已经解决不了 和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会迷茫 但我的的确确 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 不得不让我迷茫 她根本没提我们的问题 那你看你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这该是一个多么泼辣的女人 又是茶 对吧 又是跟踪 然后完了又是在各个场合都没有给你面子 但在跟你沟通当中 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蛮大块的男人 就是说条里还是挺粗线条的 你看很多事件 你没有跟我们讲细节 也不要去提及以前的一些事情 对吧 你只是谈到了你的总体感受 觉得这个女人可能现在不太适合我了 在哪些方面不太适合我 生活方式和理念上存在了一些差异 对吧 你愿意谈一些理念性的东西 但是至于生活当中的琐事 我觉得你的记忆力好像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我想先请我们的专家来 谈一下对你的第一感受吧 这个先生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幽默 然后说一句话 他不笑 但是我们大家都笑了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特别淡定 其实整个讲述当中 我能看出来这个先生 他的一种非常理性的这种思维逻辑 刚才您的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甚至有一点点感觉到 您好像有点置身事外的感受 然后我见过您的妻子 您的妻子虽然说没有跟他对过话 但我从他的一些神态和状态当中 我能看出来那是一个特别不淡定的女人 那个女人眼神当中就透露出一种特别情绪化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在想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不淡定 如此情绪化 一定是您可能在日常的跟她的很多的这个沟通和这个交互当中啊 有一种让她特别缺乏安全感 特别抓狂的那种感受 我不知道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是一种怎么样的沟通模式 我知道女人有些时候就是不断的去用一些特别极端的手法 去刺激一个男人 或者说监控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是想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某些东西 但是她得不到 那比如说她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一些比较感性的 有感情化的那种沟通模式跟她沟通 那她得不到 她就会抓狂 她就会不断的去刺激您 所以刚才您的这个状态 这个讲述完之后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一个领导 但是如果说这个领导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女人就离疯狂不远 得不到满足了 对 她就这一点 她在外面是领导 回家还是领导 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有多爱你的妻子 女人什么都不要 女人就争一个字 就是爱 你爱给足了 她好可爱啊 你爱给不足 她就抓狂 这就是你越不想成为 她成什么样 她就偏成什么样 这是男人的问题 这不是女人的问题 明白吗 所以说我先问你 咱不管她可不可爱 我就问你了 你爱她不爱她 你爱她有多深 这个应该是分两阶段 从08年往前走的话 我应该说是 九分爱 寡留一分爱自己 现在的话 应该是 四到五分 这位先生还是挺坦诚的 非常谢谢你的坦诚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 回答 丁老师 她是不是在这儿 今天也有想豁出去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大家会 对她有一个印象 就是你要琢磨她 真正怎么想的 不容易 这个先生上台了以后 给我一个字的感觉 就是冷 如果我作为一个不相干的人 觉得冷 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话 作为你妻子 对她来说 其实是致命的 对婚姻关系也是致命的 然后我觉得 我从你的叙述里边 包括你刚才 你太太和你短暂的 这个交互 你的婚姻 让我觉得 有这么三个 可能比较 就这个问题 积攒比较多 第一呢 我觉得你们俩 作为妻子和丈夫 在婚姻里面 你们两个人 自尊都够低的 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是能够堆积成 现在这样 其实是一人添一把柴 这个火才能放的 你们的这个控制和反控制 这种方式 就是都是以自己的自尊 作为代价的 而且你们的自尊 我不认为自己挣来的 都是靠对方给 如果对方不给 就会像变成现在这样 再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人 六年 长达六年的婚姻 俩人都自我为中心 够厉害 我觉得你们 基本上没有进展到 那个彼此融合的阶段 没有投套暴力 完成组建一个家庭的 对 就是两个人的人格 你融合成一起 最后变成一个婚姻人格 你俩根本没进入这个程序 都六年了 今天看到这么一句话 特别有意思 叫 丈夫隐瞒起来 智商赛那个爱因斯坦 妻子侦查起来 智商赛福尔摩斯 这个话太经典了 那不 那还有一句话 磨高于是道高于仗 我送了他这样一句话 我说他不是福尔摩斯 但甚是福尔摩斯 我还是比不上 他不是查到什么 他就喜欢去查 一点注视马迹啊 坏的方面会无限放大 好的优点啊 他基本上啊 都是把它隐藏 所以他没理他也讲有理 嗯 他要是如果有理的话 无限放大 如果我一说有理 他就 马上就是以暴力起向了 另外有一点啊 就是跟您探讨 就是你们两个的恋爱 当你决定去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的状况比您要好一点 对不对 对 您刚才强调了一个感恩 而感恩是他拿出了一千块钱 对对对 这也就是说当初你们两个的经济状况是表现的他比你要好一点 对 但是慢慢慢慢的发展 你发展的速度很快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新的平衡点突破了 不平衡了 如果他一直状态比你好 是不是你也就认了 那也不是 不 我所说的在心理上 在心理上就认可他的状态比我好 所以我要有感恩 那么慢慢慢慢发展的呢 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 这个时候一方面他有一点失衡 再一个你可能也有一点失衡 尽管你爸感恩说在嘴上 那个马老师刚才讲的话 我有一部分认可 但是我更多的感受 说实在话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太看重女人的经济地位 就是说女人赚多少钱 她能养活自己 对不对 那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来讲 是我很大的一个满足 当然她有 对不对 她有更强的社会地位 她能获得更多的尊重 我也很喜欢 她觉得不上班的女人 就没有自我 靠她养着 她并看不起你 但是当你如果一上班的话 你的这个工资待遇 不错的情况之下 她也觉得她说 你既然这么强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强 很强大的一个女人 我需要的是一个小女人 你太太年龄跟你大小还是 他们我们是童年的 一年的是吧 对 这样因为你很多事情 不愿意跟我们讲细节 我想先听听你的妻子 看看这样一个备受委屈的太太 她到底你们之间到底发生哪些事 导致今天怎样 一会儿我们再请你上来 好吗 先休息一下 好吧 我刚刚听到我先生讲了这么多 其实很多事情还是缺乏这个事是依据的 这次来这来的话 我也希望听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就我们这条婚姻该不该继续 如果继续的话 以什么更好的生活的一些方式 方式来继续下去 所以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谢谢 好的 好漂亮啊 给人的感觉真的是你们家就是俊男靓女的组合呀 还行 我觉得你们两个要组合好的话 真的是应该过得特别让人羡慕 就你们俩站在那儿 今天早上说说你们俩来的在那儿化妆室坐在那儿 我觉得你们俩坐在那儿是特般配的一对 一般 确实积累了 其实我们的婚姻也确实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了 其实他所说到的包括一些我查他的手机啊 包括是找他的朋友啊 去证实啊 其实他说的不是很真实的 因为之前我老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什么呢 他很喜欢得到很多女士对他的一些爱慕的认可 他喜欢就是说在这方面 包括曾经也不管是身边的朋友也好 也都跟我说 他说你老公挺花心的 然后也确实以前 从他的这个 短信啊 或者是那个手机 刻刻上面也能看到相关的一些东西 有时候他手机放在那里来短信我就看了 然后或者一些内容是 亲爱的老公 我很幸福 然后或者是宝贝吃饭了吗 就这种暧昧的一些语言 别人发短信给他叫老公啊 对 然后他跟我解释过 他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他说我确实这方面 有这个 不是那发老公这两次怎么解释也解释不过去啊 他就跟我解释说 他就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是属于这种很喜欢过一下嘴饮这种感觉 他就这么说 然后实际上你说我天天跟人在一起能发生什么事 没跟他说过 我就说别人发那些比如说亲爱的那是别人过嘴饮 这是事实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有过 好话筒来推一下先生 先生你好 你好 我觉得刚才你坐在这我对你想特别好 这气质上来还没开始讲呢 这一个讲这一句话我都觉得一下子 让我这嘴巴的张成O型了 这别人跟你发短信能够称呼你老公 什么样的女人称呼你老公啊 首先来讲 绝对没有称呼我老公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刚才在这个节目上说了 这个亲爱的有人说过 亲爱的 你只承认说别人给你发过亲爱的 对对对对 但老公这样的这个字眼是没有的 没有的 你不承认 可是你妻子在这说的是 我没问题 先生你跟你太太说过 你是一个喜欢过嘴饮的人是吗 我也没有这么说过 我只说别人喜欢过嘴饮 你没说过你喜欢过嘴饮 对对对 太太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 主语到底是什么 确实他说过 他说我不做实际性的一些背叛 他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 没出什么事 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性格 我有这方面的一个爱好 喜欢就是过过嘴皮上的饮 所以你说是他说他喜欢 而不是他说别人喜欢 不是他就说 我喜欢过这种嘴巴上面的一个饮 是他刚才说的是 他说别人喜欢这样 不是他说自己喜欢 你俩说的这句话的主语不一样 到底是他喜欢还是别人喜欢 他跟我说是他就过过嘴饮 这个毕老师问得非常对啊 如果他叫人家宝贝老婆 那是他的问题 毕老师想说是人家叫他 对人家发过来 人家叫他毕老师想说那是人家怎么叫 比如某一个小姑娘 性格上大大咧咧的 当然了无论说反正在我们这个生活场上 叫老公无论说这说不过去了啊 但叫亲爱的 甚至于叫宝贝 那可能有些女孩子大大咧咧 他可能就这么叫 但是老公是确实 我从他的短信看过 嗯 那我问这些 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不说这个 到底是谁要过瘾 水果子 到底是谁要过瘾 是你丈夫要过瘾还是那个人要过瘾 是对方女士发短信过来 我看到这个字眼 然后他跟我解释出什么了 他说我们天天在一起 你也知道我这个性格 就是喜欢在语言上面过一下嘴瘾 先生 先生 到底是谁要过瘾啊 我说了是对方给我发过来的一些字 一些东西 但我跟他说的也是这样子 好 那我问你先生 在对方发了这些比较暧昧 或者比较过分的语言之后 你有没有跟对方进行互动呢 我互动也不可能这样子互动啊 对不对 我可能就是谈试啊 但不可能说老公宝贝这样子 就互动不可能的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 你的丈夫跟别人回应的时候 也是比如老婆啊宝贝这样的一些称呼 那我发现呢 只是说对方发短信过来 我看到一些暧昧的一些语言 但是他回怎么回 中间怎么一个过程 我就不知道了 他只是把这种东西无限放大 因为确实我也承认 在之前的前几年 就基本上是在08年之前 我是很喜欢 因为他手机放在那里 有时候来电话了 或者来短信了 我会看 在08年之前确实也这个举动 或者看了磕磕 这是有的 但是看了太多 太多了一些 就是暧昧的一些死眼 包括 就是对方发短信那些女人 我也知道过几个 但现在就不说了 但是就说 后面我就觉得 慢慢的一点麻木了 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 如果婚姻继续的话 我觉得就稍微糊涂一点吧 我就从那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 再也不看了 因为看了之后 自己给你伤心 我不看了 不看了之后的话 他现在所说到的 就是说 我现在一天给他 打几十个电话 甚至不停地 跟他的朋友去追问 或者看他磕磕 其实这应该是 至少是三年以内 我就不是最多 是只报过他一次磕磕 磕磕应该 都报过好几次 那是在9月初的时候 我确实报过 因为我所说的事情 我敢于承认 他还查过您别的东西吗 微博 他在微博上面 给我发东西 他说我背叛他 然后他所说的 我跟他打几十个电话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比如说 有时候他出去 到了这个吃饭的那个点 比如说六点钟呢 我就会跟他打电话 因为他一下 以前我们在一个公司 他一下班 他就出去了 外出了 然后跟我说 我来去干嘛 他说 我去跟朋友谈个事 或者是我跟朋友送过东西 或者是我去跟朋友 喝喝茶 就总是 或者有时候 我说去干嘛 有事 我就有个怨言 我说 一天365天 天天要外出的 那天天谈事的呀 然后 他说 有事就有事 你在家带小孩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不敢说什么了 他反正是 从五点半开始 应该来讲 就是打电话 会打的比较多了 会打到十一点钟 我既然有时候 比如说他 他说给朋友送过东西 去中关村 因为中关村林 我们家也不是很远 那到了十点钟 我就跟他去个电话了 我说 送过东西怎么 五点半下班的 到十点钟还没回来 他说 吃个饭 哦那行 然后到了 基本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我又会去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吃饭 你吃宵夜 吃晚餐呀 那十一点半也该结束了 我说该回来吧 就到了一个点 我确实会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总说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子的 本来我想回来了 但他这个电话打了 我都不想回来了 我就在外面喝茶 我都不想回来 对不起 打断您 您工作吗 我上班 现在上班是吗 对 副总 我说的是就是 您是跟先生一起做事情 是吗 你需要每天上班吗 我需要每天上班 天天见面 您几点下班 我以前跟他 就是说在八月之前 是在一个公司上班的 我们是五点下班 今年的八月之前 对 您下班了以后 就回家了是吗 我下班就去幼儿园接小孩 然后回家做饭 就基本上我的生活 就是上班 小孩 那我就觉得有点好奇 就比如要是一天 五十多个电话的话 你白天工作 你要做什么 下班了以后 你要干什么呢 我就想说的 这一点是 不可能一天 给他打五十几个电话的 最多的吧 五六十个吧 最小的也有几个十几个 他的电话是 一直打 一直打 连环打 对连环打 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我都会疯呢 七次刚才其实在解释 这个五十个电话 对吧 就是丈夫可能有点夸张 你是在跟我们讲述 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丈夫打 是因为他一二再 再二三到点了 也不回来 所以会催促 对 是这样 然后就是说 这是一 第二是什么呢 确实这两年 因为他 因为我的 必须带小孩 下班就小孩 我没有时间 就是说 去跟着他 他也不愿带我出去 为什么不带我出去啊 第一 我带个小孩 那外面的人 他说 我的朋友都没带老婆出去的 他说我不肯带个老婆出去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他觉得什么呢 他说 我太矮了 或者太丑了 他带出去没面子 直接他自己跟我说的 这两年 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圈 或者朋友圈 不在一块 就也缺少沟通 他的朋友 你认识多少 他的朋友 有些我认识 有些我也不认识 那我想知道 在最近 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真正的怀疑 你的老公的 因为至于之前的 好多都是子虚无有 或者说只是你的敏感神经 你想他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真的就怀疑你老公了呢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其实 应该是 这一年半的时间 其实都怀疑了 对 一直 因为一回来 电话关机 天天外出 没有12点不回家 而且晚上 基本上 每天晚上12点之前 都不在家里 那基本上持续快一年的时间 就是说下班 一个月至少有25天 是外出的 不在家里吃晚餐的 然后在晚上 12点钟才回来的 回来睡 那倒不是 有偶尔 女人的敏感 肯定是出问题的 男人这样子 然后特别让我 受不了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在 7月份的时候 今年7月 今年7月份 他就不回家睡了 这种形态就是 他天天跟我打电话 打电话 打电话 我们本来在吵架 打打打打打打 我本来想回去 我就不愿意回去了 不回来睡 白天你们在一个公司 还上班 能见到他 对 下了 上班我们是工作也忙 也没法交流 私人事情 然后下了班 他就出去了 然后晚上就不回来了 也没给你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了 他电话打个不停 其实我跟他说了 我说 你觉得我给你打电话烦 你可以换成方式生活 比如到10点钟 我因为跟你朋友吃饭 或者喝喝茶 了解什么事 然后晚点回来 你主都跟我说 其实我能够接受的 但是你每次不说 就让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我就会主动跟你打电话 我提过这个建议 但当然他从来没有 就很少去实现过 打打电话 我这么电话就关机了 一个电话 电板现在就 告诉你 就一天几十个电话 几十个电话打电话 他不回来 他以什么理由不回来 有一个说法吗 就是因为 我为什么就说 觉得受不了了 是因为他不回来 也不跟你打电话 到了晚上七点钟 直接电话关机 他就是打的 打没电的 就是七月份以后 就比较长时间的 既不回家也不说明理由 对 关机关机 联系不上 第二天呢 第二天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 他开机的状况 我问他 我说你昨天怎么不回家 或者是我在外地 或者是我在 就大兴房山挺远的 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打打打打打 我本来想回去 我不愿意回去 然后我跟你说 有时候我说你自己有车 你再晚你开车回来 你在哪不是睡觉吗 难道睡觉的时间 忙的都没有吗 就是他基本上 我就觉得 就一直不回来 然后电话都关机 他从来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关机 我问他为什么关机 他说手机没电了 我说既然是这样 你手机没电 为什么一大清早 水就有电了 我说你充电器还在家了 他就说 那我 比如说我在宾馆 或者在会所里面睡 就是找地方充电的 我说既然能有地方充电 在没电的情况 现在七点钟还挺早的 为什么会不主动 给我打个电话呢 他也不给我解释 也不跟我什么事 先生 刚才妻子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属实的吗 这种情况是偶尔 还是说是真的是 像你太太说的 七月份以后就经常出现 也不是说经常 一个月大概几次 一个月 反正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是经常在外面 但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 也就是说我本来想回来了 我本来都已经走到楼下了 但我一听到他的那个 神神叨叨啊 我又出去了 我有个时候就在宾馆里睡着 就在洗浴睡着 然后就在朋友那里去睡 我就是这样子 嗯 好明白了 那后来通过这些事情 你就开始要查了 是吗 对 后面我就开始查 然后就是导致了 九月初 我就唯一的到了 他一次磕磕 今年九月份 你到他的磕磕了 对 到我一次 然后从他的磕磕里面 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这个人的名字 有时候他也出去 对方给他打电话 他就直呼这个人的名字 直呼和几次 你借助他了 就在我印象里 有个这个概念了 哎 这个人好像应该是他朋友 嗯 我就加拿着好友了 那很多这种事情呢 我就跟这个朋友说 我说那个 就是说我先生一些事情 然后他当时还不愿意说 他说这是你们家务事 呃 这种东西的话 你自己去琢磨吧 然后我就 因为我怀疑的一点事情 我就说出来 然后我也跟他诉苦 我说一个女人 带两个小孩挺不容易的 老公这样子的话 好像自己挺可怜的啊 嗯 然后他可能出现了同情吧 然后他说 嗯 他说你所说的这些事实 其实你应该知道了 其实大部分你知道了 还笑我这事吗 他也就是从侧面 肯定这个事情的发生 哎 这个朋友啊 以前关系好 后面因为生育上的事情 我们俩 我和那个朋友 关系不好了 你去找他 他知道你是你先生的太太吗 我找他的时候 我就直接 第一句话 我就表明我的身份了 嗯 他挺意外的 因为他跟他认识 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快两年了 然后他说 只是在近期才知道我的存在 因为他说 之前 我先生对外都是一个未婚者 单身的状态 对 我从来没讲 在外面我是单身的 就是你的先生 在他的朋友圈里 都是说我是单身 嗯 别的朋友圈 因为他几个朋友不知道 但就是我所了解这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他近期才知道我的存在 知道两个小孩的存在 90%我认为是在他的 所以说跟我老公之间的交流 他觉得 这个哥们挺不靠谱的 就是有点 不道德 我哥们都没跟他联系了 他就喜欢挺好的 我说为什么不道德 然后我就说 我怀疑一些什么什么情况 我跟他说 然后他说 其实这些事情你都知道的话 那你还需要证实吗 既然都已经知道这么多了 都已经百分之八九十都知道了 还需要问吗 他这句话给我 他说大家都聪明人 有些事情不用说太白了 那这句话说了以后 在你心目当中 是不是就已经确认 肯定是有事了 肯定是有事的 观察室中的刘先生告诉我们 妻子口中的这个人 是他曾经的合作伙伴 因为另一原因 两人的关系曾经闹得很僵 他与妻子的这番谈话的真正目的 是想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 而这一切 妻子并不知晓 可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使得妻子对于刘先生的怀疑加深了 以至于到了无法解释的程度 那这个事实属于 应该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发生的事情 因为曾经在去年年底的话 我发现我老公 这个皮包里有把钥匙 他跟我解释的是一个 朋友的一个钥匙 家的钥匙 然后我也跟这个朋友打个电话 证实过 没有 这是第一 他对我的一些欺骗 在他包里发现了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不是你家里的钥匙 是吧 对 然后完了之后你就打电话问他 他说是朋友的 对 然后告诉你一个朋友的名字 对 然后你就打到这个朋友的去证实 是不是他家的钥匙 对 后来证明不是 不是 那这个钥匙 那这个钥匙到底是谁的呢 这个钥匙后面就细节就说太多了 但这个钥匙是一个女主人的 嗯 钥匙是去年的事是吧 嗯 去年什么时候发现的 11月的时候 去年11月份 你在老公的包里发现了一把钥匙 然后在什么时候证实这个钥匙是一个女人的钥匙 那也是在今年的8月份证实的 哦 等于你去年 呃 当时发现这本钥匙 你老公给你的这个解释 你没有得到证实 你后来也就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对吧 对 然后今年8月份 你这个朋友联系上以后 你就慢慢把所有的事情连接在一块去 去去去考虑 对 然后去回想 对 就是因为这个从7月份开始 他不归家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 呃 特别的不理解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应该再 就这么 装糊涂下去了 嗯 然后我就通过 把以前的事都连向起来 然后才 现在才知道这个结果的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朋友也证实了 包括一把钥匙 就是你打电话 就是你在客户上认识的 这个陌生的这个 这个男子 告诉你的 嗯 他直接告诉你说 你老公在外面有一个女人 他说这把钥匙的 确实是一个女主人的 他这么说了 哦 等于在你们聊天过程当中 你跟他叙述了 说我发现过 老公的包包里面有一把钥匙 对 然后他就说这个钥匙是一个女主人的 对 然后这女的就说 呃 最近陆陆续续 她到过我们公司来 来过一次 嗯 当时我还不知道 我其实我们公司的很多人都说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 就你一个人装傻 在那里 什么什么这些的 呃 有些知道 这怎么知道 他就是他吵啊 他在讲啊 你还见过这女的 我 他没提 我就知道 这个女的确实来过 我没见过 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来是什么 身份来的 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然后其实这个女的都已经在 他们都说 他的朋友包括 都跟我证实了 他们分手大半年了 他还跟我说 他说 这个女的 他们确实在一起住过 然后这个女的 他也找了 有的新的男朋友了 等一下 我求证一下 先生 推一下先生的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 我只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钥匙 这个事件是不是刚才你妻子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2011年11月 李女士在丈夫的皮包里面发现了一把钥匙 经过与刘先生的那位朋友的求证 证实这把钥匙属于一位女性 而在此之前 刘先生却告诉我们 他的这位朋友 是在故意的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究竟是妻子的怀疑 还是丈夫的不忠 对于主持人的问题 观察室中的刘先生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矛盾很久很久很久了 应该说从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我一直都在叫做委屈求全 他是以前的话 前半年他是晚上出去 但是还是会回睡觉 12点之前会回来 但是从今年的7月到9月 这两个月就 基本上晚上到了 七八点钟就关机了 然后就晚上就不回来了 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 充实幸福的婚姻 底的确的是我朋友家的 是个男朋友家还是个女朋友家的 他们是一家的人 我这是中介以前 他们经常在国外 在国外出餐 他放了一把钥匙放在我这里 等于这个朋友是一对夫妻 对吧 他家里有一家 这很多人 这是第二个女人 我说的是第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还到我们公司来过 这个就是他猜 不是我猜 我们公司同事都已经见证了 你把公司同事找出来 问 你们俩在这个事情上是达成过一致吗 之前他承认过吗 就是我老公有点不好 就是说在我以前 我们在家开家庭会的时候 他也承认过有几个女人 他也承认过 然后到一个场地 列为一个场地 他又不承认了 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为什么老是一会儿自己敢于承认 一会儿自己不敢于承认呢 丈夫现在在现场 在今天这个现场 他是对这一段是否认的 而且他给了一个理由是 就是那一对夫妻都是他的朋友 这不是一对夫妻 这个女的是大生 然后这个女的就是说 最近陆陆续续 她到过我们公司来过一次 当时我还不知道 其实我们公司的很多人都说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 就你一个人装傻 在那里什么什么这的 然后那女的 你还见过这女的 她没提 我就知道这个女的确实来过 我没见过 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来 是什么身份来的 当时我不知道她们的情况 然后其实这个女的 都已经在 她们都说她的朋友 包括都给我证实了 她们分手有大半年了 现在问题是什么了 她现在 也就是从七月份开始 她真是一个新的女人 这个女人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知道 我老公一共承认过 也是家里条件 心机条件 非常的一个雄赫 现在她对这个女的动心了 这个是其他 我想知道是你怎么知道的 是谁告诉你的 其实这些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上次回湖南 我们要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她跟我承认了 就是故意这样子说她们 她说这个女的是 家里条件比较好 在美国 但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她跟我说的 然后她说 但是我跟她在一起 确实我对她的气质 包括她的一些素质 我挺认可的 我老公是非常建议一个 女人的外观和身材的 她喜欢那种 就非常苗条 非常瘦小的 她还说句话什么 如果说我今天给你离婚 我明天给她结婚 她说她母亲 宝马车都给她买好了 直接上户就行了 她只是 把这种东西 无限放大 然后她还跟我说了 是 因为她们家 可能条件太好了 就是说 她在这里面 得不到自我的体现 非常压抑 这是她自己跟我说的 但是不是事实 我不知道 当时她说这番话的时候 是不是有 诚心气宁的这个成分 其实 因为你刚才强调了 她是很在意 什么什么什么 样的一个男人 那么她说这么多的话 是否来刺激你 我觉得这个 她跟我所说的这个事实 应该是事实 那好 推一下这位男士的话筒 刚才妻子 在这一长段讲述里面 多次的提到 你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情况 最后提到的是 今年七月份以后 你长期的夜不归宿 是不是真的在外面 就有一段新的感情 是这么一情况 之前那个 就是他们家里 放了一把钥匙在我这里 因为他们经常外出 这个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包括也没有说 什么声音上的往来 但我这是跟他是一好朋友 那七月份以后 是因为我们两个 也经常吵架 你也看到照片 就天天打架 对不对吵架 那时候我对这个家里 的的确确是已经很疲惫了 就非常非常疲惫 那种心态 然后我也出差 因为我经常在外面 然后再加上这么多电话 对不对 打过来打过去 的的确确我在外面 是找了有一人 我是比较喜欢他 我还是成人 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但是我跟他 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其一 我这是在心理上 我觉得他不错 欣赏 有这么一个人 在你心目当中有 对对对 但是你在你 现在讲述当中 就是说你跟这个女人 现在还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 嗯明白了 我听了这么多 我觉得这些是不是真的 有你先生故意 气你的成分啊 谁一个男人在外面 真有这些事 他在家里 跟你大大方方去谈这个 还跟你承认啊 这就是过日子的人 过日子的人 谁敢说这个 这按照他说的 说现在那个女的 只是在心目当中 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仰慕亲慕而已 没有到达那一个步啊 是不是这些 他只是在家里 面对你的时候 就是故意想气你的 那我就问你一句 他跟你说来北京话 显摆这些事 他的目的是什么 想达到什么目的啊 就刚才主持人 咱们你气气你啊 还是以此制造事端 咱们一分两分 目的是什么 想离婚 我利用所爱了 他一会是他给我提出来的 他也想离 因为本身这次 在家里谈的时候 都是他主要求要理的 按陈律师的话 就是说跟你显摆 外边有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 你认为那是真实的 第二个可能性呢 他这样来描述的时候 是促成你们两个离婚 我想到了第三个 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他跟你这样显摆 我外边有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我们两个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希望你做调整 如果你调整到他理想的那个状态 这些事都是他逗你 对 你们两个之间是有摩擦的 是有矛盾的 大家是不和谐的 但是他是有希望 您做一些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 拿外边的一些事情来刺激您一下 你看如果你要调整好了呢 那个事就没有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我个人觉得很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提过 我说你老觉得我这类不好 那也不好 铁像上面这不好 我说你帮我一起改进 对不对 我就说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参考 他从来不会的 我跟他说他改不了 我想听一下你先生 对我刚才这番话什么感觉 推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 马靖老师刚才跟您妻子对话 您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马靖老师讲得非常兴趣 好 马靖老师有话要问你啊 刚才我跟你妻子在交流的时候 我们大概设定了这样三种情况 因为你不认可外边有其他的什么情感 对不对 对 那么但是你 他在描述过程中呢 说你跟他讲了非常详细的 这样的事情 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逼他离婚已经到这份上了 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刺激他 我认为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希望他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然后两个人继续好好过日子 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 有 非常有道理 并且分析的很精辟啊 那也就是说 刚才您讲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 就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番话 目的是什么 其实来讲啊 从我内心深处更多的 我是对他这种 平常对生活的一些态度 包括在我身上的一些态度 我感觉到我的一些疲倦性 所以我要跟他讲 别人是怎么好 要有个参考 那我跟别人这样子的话 然后你才会有一个 应该来讲 才会有一个依据 有一个参考 不然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干啥 你本身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 外面的女人有多好 对不对 外面的事情有多好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你是指出了一个方向 和一个标准是吗 对啊 就是刚才马建郎 推了一番话筒之后啊 你认可你先生的回答吗 他说他只是想让你有一个目标 去改变自己 但是他我也提过 我说我愿意稍微改变一下 但是我说 希望你一起帮助我改变 我刚才说他改不了 那你觉得你的先生 现在对你有哪些不满呢 我不想评价 他的缺点 但是我讲 他第一的确定有这些缺点 我受不了 他就觉得 他老是跟我说 带我出去外面去 因为第一形象上面 让他觉得 就是太丢脸了 觉得您这样的都丢脸啊 你站起来 这个儿虽然不是很高啊 但是看上去 很漂亮 身材比例特别好 对 这长主观长得不错 皮肤也不错 而且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啊 他是说 是说我个子太矮了 再出去的话 就说 他从来不允许我穿平地鞋的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们俩差不太多 天长 我现在跟你太太站一块 我跟你太太一样高 而且我也告诉你 我们那个主持人王芳 股口高 大概一公分 我们都差不多高 可是你看王芳现在做的 在北京也是老百姓 非常喜欢的主持人 事业做得非常好 难道这样的女人 就不可爱了吗 个子还怎么了 不是不可爱 而是看老师误会我的意思的 那你先回答我 你妻子的外貌 是不是真的不能满足 你的审美需求 她还可以 还可以 还行 我觉得你往这一站 大家对你的评价 我觉得真的是 是一个精致的男方姑娘 看出来一个问题 这女士之所以 这么多自信 这先生夸得太少 对 您先生要是天天说 我老婆真漂亮 您肯定也不会说 他以前说过没有 他一直说的是 我带不出门 他就说我鸽子矮 包括是我身材胖了 什么之类的 你还胖了吗 我对他的外貌就这样 我也没太多说 你觉得你们的婚姻有问题吗 我的婚姻很大的问题 你觉得你们的婚姻的问题 是因为你俩的互动不好 还是因为你丈夫的人品 我觉得我们知道的问题 在于什么呢 就是环境的一个因素 如果你说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俩去深山老林 你觉得你俩关系会好吗 没事吧 但是应该 但是你真心的想了我这提议是吗 你刚才在想我的这个提议 对吗 就真的带你先生去深山老林是吗 你觉得没事了对吗 也会有事吧 对所以我再问你一遍 你觉得是你俩的互动的问题 还是你的先生人品有问题 我觉得是第一觉得人的心态问题 第二的话是 还是有缺乏这个交流 所以是你俩的互动有问题是吗 对应该是有 那你就关注你俩的互动 我给你一提醒 比如刚才大家都一门心思地 培养你的这个 支持你的这个自尊 比如你说我先生说我拿不出去手 然后什么我的身材不行 然后他拿了那么多外面的细节 回来给我讲 然后大家就一个劲地劝你 一个劲地扶持你 可是为什么他能说这样的话 你知道这种对话 实际上在婚姻里面不多见的 见得离婚的夫妻很多 最后两个人真的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他们分开了 但是直到分开 甚至分开以后 像刚才那么令人发指的对话 都不多见的 我说一下印象 就刚才你谈的你先生说的一些话 或者一些事情 我觉得用无耻二字 完全不过头 我跟苏秦说了一句话 我难道帅哥也无耻吗 但是就无数的婚姻家庭案例 又佐证另外一件事情 一个人出轨 不管是妻子 或者丈夫出轨 另一方绝对有问题 这也是一个规律 所以说不知道 在你们的婚姻家庭当中 哪个比例占得更大 那刚才毕老师提到的 这个人品问题 我觉得需要考虑 夫妻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你们俩沟通不好 你们俩接不了婚 你们俩沟通不好 你们俩不可能有两个孩子 我觉得不完全是沟通的问题 一定不排斥人品的问题 有一句话叫 如果两个仇人 放到一个荒岛上 这两个仇人 一男一女都可能恋爱结婚 所以说那时候社会环境 污染之灵啊 两个仇人都能结婚 那是沟通的问题吗 所以说呢 我觉得女孩子 不要把男人说的一些话 就那么往心里去 什么身高啊 相貌啊 皮肤啊 这个那个 那都是为自己 一指私欲 再提供理由 知道吗 没有什么比爱情 应该来得更纯洁 所以我觉得 从今天开始 女孩子 你到我们这个节目来 你要今天开始架构 你自己的婚姻生活 你先泡开这个具体的男人 你想想看 你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婚姻中呢 简易老师刚才也谈到的 一定是两个人 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 对方不太满意的地方 也许我认为自己做得很好 对方不一定满意 那么我不知道你先生 他对于情绪的控制和管理怎么样 先生做了总经理 一般而言在这个方面呢 他会压力会显得更大一些 很多人是这样的 把外边遇到的这种压力 一公哪呢 投给家里人了 而您也是一个 事业心很强的一个女性 那么同样 您也有情绪 单位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 俩人带回家之后 可能就把家里边作为一个 要爆破的一个环境 但是当一个人 自我把控能力 降到底点的时候 那可能就很多难听话 就说出来了 越是在吵架的时候 他所说的那种话 我觉得越不要听 因为他不冷静 他不清醒 他是哪句话难听 说哪句话 比如说包括他描述了很多外边 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那不就是欺负人吗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否我们双方都要提供一个 稍稍冷静一点的关系 稍稍冷静一点的 这样的场合和环境呢 而且刚才这位女士在提到 就说您觉得先生的心态 出了点问题 其实我觉得您的心态 其实也出了点问题 因为像我们这个 北方人老说一句话 叫做上赶着不是买卖 而你们之间的这个 六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发现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其实还不是您给惯的呀 您一天到晚的就盯着他 然后关注先生的一举一动 然后他缺什么 你赶紧递上去 时间长了之后 他对您的这种婚姻的这种状态 包括对您 他觉得完全有了这种掌控的能力 有极大优越的 对他觉得说这个老婆 反正是跑不了的 他时间长了之后 慢慢的已经有点疲劳 对您的这种爱 已经疏于去付出了 所以刚才就说一直在提到 您自己的这个心态的问题 我倒觉得您现在应该调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您自己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我觉得您现在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 首先就不是特别的好 这些专家跟你的对话 其实他们想要你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拽住这个婚姻 想要梳理自己 我相信在你9月13号去到民论局的那一天 那一瞬间 你的这种 希望他留下来的这种内心的声音 已经告诉了你 你还非常爱这个男人 包括今天向我们求助 你也是非常爱这个男人 我也相信 他对这个家也是有情感的 不然他也不会来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希望你们真的是 对我们每个专家说的话 都能够去认真的思考 这个个案非常特殊 它不像我们其他的一些个案 把家里这些琐碎的事讲明白就行了 他们更多的是在观念上的 而且随着这个地位发生变化 这个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后 两个人有很多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把先生请上来 我们面对面的把很多问题 来沟通一下好吗 来 掌声有请 反正你们俩坐在这 就这个画面 狼才女貌 狼才女貌 的确是这个画面非常和谐 没有不和谐的 但是坐在这儿今天 把这个家里坐在这包开以后 居然有那么多的不和谐 刚才妻子也讲述了 而且他也 我相信他一直在 抑制自己的情绪在讲述 我不知道先生听完以后 再次上场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首先从内心深处 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说 是因为我自己有太多的不安全因素 导致了他对我种种的猜疑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我就发现就是说 每次我回来以后 每天还是面对着唠叨 还是面对着质疑 还是面对着一天我出去了 电话打个不停 那你跟你妻子沟通过吗 你觉得他希望他做哪方面的调整 我就跟他说过 我出去了跟我少打电话 对吧 我有事我会跟你讲 不要一天到晚我不接电话 或者是我 比如我现在在室内 或者在那个咖啡厅 某一个固定的场所的时候 在室内的这个环境下 他就认为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了 对不对 他说你的电话里面有回音 他说你的电话里面有怎么样 所以像这种事情 我就确确实实 我总受不了 那你又没有做到 尽量让他有安全感呢 就你到哪先告诉他 但他跟我们讲述的是 另外一番事实 他讲述的是 你到哪七点钟就关手机了 再也联系不上了 七点钟关手机 那是之前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我出去 我出去有事的时候 他一天起码要给我打 四五十个电话 打的手机没有电 你幸运不幸都是这样 持续一个月吗 我打一般是打第三个电话 你手机关机了 或者是有时候到九点钟 我问你回不回来 手机就直接关机了 你打三个电话 五个电话的时候 我接了 对不对 你总没完没了地打 打的以后 我就不想接的时候 我就把手机关机 我觉得是这样 你承不承认 就是说这两个月之间 手机每次关机 是人为的 还是确实是没电的 就不能说你几个月 一天两天是可以 你总的没电的话 你这个说法 能说得过去吗 我总认为 做任何一个事情 应该叫事出有因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讲 我每次我无意识的 我一出去 就把手机关机了 不不不 现在这两个问题 一个呢 刚才你太太在问 这个手机啊 关机是人为的 还是客观上的确没电 就直接回答 这是一个问题 你想辨计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你先说第一个 我认为是80%是事出有因 20%是人为的 我觉得如果你 因为这个问题 跟家里跟太太有矛盾 是有办法来解决的 就是你想不想解决 这是一个 你的主观的 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 因为你不想解决 那我就在一块 我肯定一天 到晚上就没电了 肯定的 那么还有一组 就像你刚才说的 因为你描述了很多 一位太太 怎么把你电话 非要打爆了 盘恶问题的 的确很烦 我到你太太面说 你没有一个男人 喜欢自己的太太 这么给自己打电话的 那么你为了 来回避太太 这种纠缠也好 盘问也好 查军也好 咔嚓 关掉了 而且你刚才说的 比例是28开 80% 因为客观因素 是没有电 20% 是你人为的 关掉的 那么我们都是 有生活经验的 你这个说法 大家信不信 大家自己去判断 反正我不信 我也不信 我三块电池 电视情况 据我没关 我绝对够用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主观上 想不想 让电话保持畅通 这是你的 首先一个 处理问题的 一个态度问题 因为偶尔我有时候 电池掉了 我也发慌 好到六点 电话没 手机没电了 家里有时候回 人就得问 怎么回事 因为你偶尔一次 你解释 我想人都会谅解 但你三天两头 是这样的话 起码我们这些人 会认为 你诚心的 不想让他有电 其实这种诚心 也是双方互相促成 因为先生在谈到 女士不停地打电话 直到打爆为止 直到打得没有电为止 那对于先生来讲 你这么打 刚才陈女士 也表达了一下 我们也会很烦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 就先生不排除 就心理上 就会有一种敌对 你一直在追我 那好 你不是要把电 打没为止吗 现在我关了就得了 所以这是相互一个促成 这种结果 陈女士刚才也说 那有没有想到一个解决 解决就是双方都要解决 比如说女士 那我一个电话过去 咱们都知道 都有这种经验 你只要通了 他第一时间看到 给你回就回了 不给你回 说明他在忙别的事 我们就这样去理解 就可以了 一个电话足够 那么他那个电话 就可能会保持 相对的长通 先生您说 这样是不是就算 解决了呢 但是如果说不停了 我就必须让你接 我怀疑你 他那个电话 啪按了之后 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是这样 手机关机 有一种状态 可能是 我的陈述有点问题 就让你们理解错误了 是什么呢 就有时候 我会打他 不接电话 有时候他就 主灯关机了 是白天的时候 我说的是晚上 有时候九点七点 就不可能超过十点钟的 我第一次打过去的时候 水机就是关机的 还是没有痛的情况 就已经主灯关机了 我来解读一下 因为对他的影响 不是一天 不是说咱们就拿出 今天来说事 昨天的前天的 我们都不谈了 因为对他来讲 它是一个感受 我要出去喝个茶 跟朋友再聊天 高高兴兴的 你就不停地电话过来了 或者说他有别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一出去 他愿意把这手机关掉 因为关掉的话 就不再会有电话来了 的确是这样 他关了手机 您电话不又来了吗 对不对 先生您觉得我理解的 就是从男性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更容易沟通一些 在丈夫的心里 他可能就是一种 长期的感受 就你已经给他 这种感受了 你像他说 手机突然关机 二八开 这任何一个人 都觉得不可能 像我们一听 我们都觉得他是人为的 他自己闷着良心 问自己 肯定也80% 是肯定是自己人为的 但他为什么 把他说成80% 是一种客观因素呢 就是因为他对你有 这种长期的印象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他是不是真的 给你吹加过很多的心理压力 这事情有两次了 一次是时间比较久了 另外一次是就近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真师父 但是他跟我的确认是这样子 并且我也报了案了 因为我在其他城市 我还有一些项目 那我就在这个城市 我待了大概是有一个星期左右 天天跟我打电话 打电话打到我烦 我本来想回来 我都不愿意回来了 我是属于那种 我就另外在工地上 我另外在其他的项目上面 我都花点时间我在那里 对不对 我哪怕我有个时候 我就睡在宾馆里面 我都不愿意回来了 说明我的心态很疲惫 他突然有一天 我大概有一个星期 我在贵州 我在贵州这个出餐 因为我在那里 我就没 我不想回北京了 我说北京这些事情 你再管吧 对不对 我就 其他的地方 我去做做其他的事情 突然接到一电话 是我下面的一个人 跟我打了一电话 他说他自杀了 吃了很多爱米药 小孩子也吃了爱米药 所以这个事情 就对我影响非常大 我当天晚上 我就打电话报警了 应该是我打电话 应该打到凌晨一两点钟 那跟所有我家里的人 对吧 我要跟我爸妈 要讲清楚 我要跟他的爸妈 讲清楚 对不对 我要派出所 我要讲清楚 是不是 我还要跟我同事 怎么一系列的 反正就这种事情 第二天早上 我做第一 这个最早的一班航班 我就回来了 他来回来以后呢 回来以后 他说他好了 我这还有一个 这个观察 一个细微动作 就是先生这话 说完之后 你怎么笑了 那个是这样子 他说这个话的话是 从湖南那次没离婚了嘛 我就直接回北京 带小孩 他就去 他原来在张家家旅游 又在 然后之后他说 他在贵州 因为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 他的朋友圈在北京 或者湖南 甚至于广东 是有可能的 因为贵州的朋友 包括什么 我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 可能以我的个人判断 可能是他的 又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方法了 然后我觉得 因为他不可能 把他的业务 出去到贵州里面去的 然后我觉得有怪话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要不要回来 他说不回来了 我说那你不回来 我们这个日子 再怎么过呀 他就说 就当离婚的过呗 小孩你再带着呗 就这样 他小孩也不管 就说我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说当时我们 从民众局出来 我们你说了 也为了小孩 可以我们 试着先不离 先这么过 那既然这样 我们得努力 如果说是这样 继续还是没有 灵魂的过的话 那当时还不直接 就离了 反正我是不回北京的 不管你 谁给他打电话 都不接 他就不接 不接电话 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 反正你总的打电话 答应我不接 然后我就是不回来 然后我就想 把他递回来 然后我就说 因为那个人 跟他关系挺好的 我们住在一块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们两个 听个谎话 或者把他骗回来 骗回来之后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骗回来之后 当时我的目的 第一把他骗回来 然后就说 跟他谈一谈 实在不行 那我们就离吧 因为我这个性格比较急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话 你说虽然钱在我手上 但是你不像个老公 不像个父亲 什么也不管 我觉得这样生活下去 我受不了 回来谈 谈过没有回来 我想跟他谈 但他不给我机会谈 他就不配合 你不断地查先生的手机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 你认识他周边的人 给他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 然后你不断地打电话给他 其实你想要的就是 他一下班了以后 就忙不迭地回家 然后充满爱意的眼神 这个围绕着你 然后他在上班的时候 也经常会惦记你 你们之间有那种 浓情蜜意 你其实想要的是这个对吗 不是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的并不是 您所说的那种 勇情蜜意那种不是 我要的什么 他别的去了 我希望他 不用说的是实话 你现在用很多情况证明 你是因为老觉得他骗你 所以你才要查他的行踪 我跟你说 你先生是一撒谎精 你根本改不了他 那你要怎么办 如果实在改不了的话 我会选择离婚 所以你其实就在查他的行踪的时候 就已经定义了 他根本就是在撒谎 你只是要逮着 他又在撒谎 而不是说希望跟他建立特别亲密的那种关系 是吗 可能是 我恭喜你 他应运而生 他应你的需要 他真的就变成 真的就变成一撒谎精了 太太你知道我得告诉你 好男人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男人会因为你老看着他而变坏 要不是因为逆反 要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按你的要求变成一撒谎精 他对你伤心了 他会走开 这位丈夫啊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刚上来的时候 认为你是个帅哥 他上来以后 认为他是个美女 你们俩坐在一起的时候 不分伯仲 那就是说妻子 其实也是很招意性喜欢的 我们作为女性 看他也是哪哪都顺 真的非常好 那么你怀疑过他吗 我觉得生活是对等的 你没有说像天仙似的 都只能都指向你了 人家也好着呢 不是怀疑 是有 但我告诉你 我也已经忘了 我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举动 那天他在喂小孩吃饭 他的手机放在那里 然后手机发短信来了 就是那种跟男人之间的对话 包括一些场景 这个如果 宝贝啊 你有老公老婆没有 你这个话 那我就行就没有 不是行 你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 这个信息我没看 但是不可能有老婆 您看到的是什么 这事情我就不太愿意说了 因为这个男人我也认识 是我下面的一个代理商 搞得特别被动 在那一刻说实际上话 我心里有一些崩溃 不然我为什么成事换钱 我以前都不成事换钱 我问你 我跟他到底有什么没有 但是我第一个人在看待你 和他之间有这么一些东西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事情 就发生了 你来说 发生了两年了 他自己也承认过 说 你不能聊天 但是什么事没发生 这是我相信的 他自己说的 其实实际上也没什么事 是什么情况呢 是因为他以前老是在QQ上面 跟这个女的那个女的聊 对不对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聊 你能聊出什么事啊 或者这个聊到底有什么刺激性啊 然后正好 这个人是我们公司的代理商啊 他因为我们业务上有交流 经常要交流的 除了聊工作生活上面 有时候聊聊 包括有时候我跟他之间吵架 他打了我什么 我心里委屈 有时候跟他讲一讲什么 这些的啊 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说 相对于就是聊了大概是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 在QQ上聊 就是有一次他来北京 他来北京是也是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工作需要 因为本事我们之间必须就是说 工作上是一个 是个长期的一个合作伙伴嘛 然后他来北京呢 来北京之后 他那天我在喂小孩饭 如果我真有什么见不得的人 是我的手机就会像他一样的上密码上锁什么之类的 你手机首先肯定一点 然后 你手机有密码 如果有密码 他能看这种短信吗 我是画一下 因为来短信那一刻 他正好手机开着在哪里 先生看到什么了 他就说看到这手机 我看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非常亲密的对话 这是其他 其他一点 到北京住哪里 对不对 怎么样一个流程 在上面 他都有显示 我承认聊 但是我聊的这个动机当时是因为 你经常聊 我到底知道这个聊到底有什么 一些问题存在 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说 我没在一起公司上班 天天上班在一起 下班我这小孩回来马上做饭 那时候他们天天不外出的 下班几乎就在家等着我把小孩接回来 我们一天24小时天天在在一块 我说你分析这个时间 我连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时间都没有外出过 我们能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如果说你就有我在别人客户上面跟唯一的一次跟别人聊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就是有N次了 我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你们两个人都说了太多 听不下去的话 我真的想问你们俩 你们今天上这个节目到底要干嘛 他们在生活当中都太能容忍对方的一些过分的东西了 主持人我跟你说 我不觉得这是容忍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里面自己都需要很多的羞辱 才能够保证你们两个人在之间 就当着这么多人 你俩也可以叙述这样的事情 这么平静的叙述 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俩来干什么来了 还想过吗 我们作为先生来说 毕竟在婚姻当中 我觉得你的主动权肯定还是要 毕竟男人还是在这个家庭 一个占主导的地位 你真的是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找一个理由吗 不是 他讲了这些事情 各不各分我都不去想这个事了 但是我就发现生活当中最大的敌人 两个在一起最大的敌人还是性格 就我们俩的性格是叫做不合 就我们在一起过得很累 我们每天过的就是黄昏 我觉得刚才这个先生 我不太同意你说性格的事 我老在这儿讲 一个男人还是有责任在那边 如果你都说为了自己能得点快乐 不讲责任了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 说句不好听的 有很多理由是不能公开说的 我们打了这么多的官司 最后大家冠冕堂皇的离婚理由 都是因为性格不合 这里边后面的内容就多了 所以咱不讲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为什么 毕竟老师表现出某种情绪 觉得说听不下去了 也的的确确你们把这些故事 在我们大庭广众之下来讲 而且维系的这么一个在我们看来 好像也不是很正常的婚姻 那么你来这儿干什么 的的确有这么一个目的性的问题 那如果说想解决问题 到今天为止 把过去的事全部翻篇 发句号 完了我们讨论该怎么解决 那我觉得你来是有意义的 就我个人现在听到的来说 可能我们先生这一方问题更多一些 刚才主持人也在讲 男人在一个家庭当中 扮演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你有两个孩子 老婆是这样的 很辛苦 包括你还有父母 所以如果说你不考虑自己责任 光说这个能助我世界成功 那个能让我有愉悦的感觉 那妻子儿女父母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要讨论的 我要跟先生说句话 我觉得您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人际关系里 您是习惯性的低估别人 不单是低估您的妻子 您也低估别人 比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您说 有关充电的那个说法 我觉得你把大家都当傻子了 等一下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那你们婚姻之间 你在外面是怎么一回事 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个我觉得都是很污秽的东西 能说出来 也是对她的极大的不尊重 我觉得你爱她不爱她 这都单说了 你有没有把她作为一个人 来平等地尊重 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能感觉得到 您的事业应该是做得很成功 因为您在自尊上有很多需要 包括您践踏她的自尊的那种 也是因为您想建立您的自尊 但是呢 这话我可能说的有点重啊 我觉得您对待她的态度 就像她是一个女要犯的 但是她是你妻子 如果你对她像 她像一个女要犯的 你充其量就是一个男叫花的 你不管挣多少钱 都不可能得到体面的生活 因为人和人彼此的尊重 是照镜的 刚才先生提出来性格的问题 当然了 中国人离婚 好多都说性格不合 可能陈大律接触这种事情很多 那么到我们做个体咨询呢 其实主诉说 过得很别扭 说王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也的确是性格不合 这个东西它很 很直可意会不可言传 但是在我们做心理工作的人中呢 其实心中还是有数的 所以说加一个性格测试好不好 咱们缓解一下气氛 咱们做一个握手测试 先由你来 给你做一下 然后给妻子做一下 你呢 从那个毕老师那开始 我们五个人 然后 给我们五个人握握手 好吗 来请 要站起来吗 来我们也站起来 谢谢 好 五位老师记住 丈夫是怎么握手的 五位老师记住了吧 好 请妻子来 我们来 公布答案 然后大家 五位老师讨论一下 印象啊 到底他们是哪种握手方法 四种啊 一种是用力握住对方的手 一种是只握手指头的部分 另外一种是以两只手握住对方 另外一种是不停的上下摇动 我个人认为先生是第三种 是以两只手握住对方 其他四位老师有意义吗 对 嗯 然后呢 妻子 是第一种还第二种 更偏向于第二种 偏向于第二种 偏向于第二种 是吧 有点 有点 好像就有点捏手指头那种感觉 就只握手 轻一些 大家 你们四个人有意义吗 应该是 如果是第二种的话 第二种 那我们就是公布一下答案 妻子选择的是B 这种握手方式有些轻视之意 一些领导人物往往为了表现自己的高高在上 不自觉的运用这种握手方式 他们对别人几乎总是不满 喜欢挑剔 一旦有人给他留下坏印象 就再也无法改变 这是妻子的 丈夫是C 呃 这么解读 这种人显然非常热情 急功好义 不会在背后打小报告 但是 若他认为是朋友 那么 即便一个人有错 他通常会当面指出 因为 他觉得这就是唯有之道 所以这种人是个直率的人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嗯 其实我觉得挺准的 妻子这个 说的 其实你有时候觉得 他都这么对我了 还说我侵蚀他 可是你看 其实你老查他不信任 就是侵蚀他呀 当然你可能前提是说 那他让我查到过呀 他让我不信任了 但不是 我们说的是性格 就你性情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先生这个人呢 双手紧握 你看他无论对我们男士女士 都是满把握双手 那说明他实际上在生活中 也是这样一个人 热情大方 完了以后急功好义 那这种人很容易给女士留下好印象的 他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 那么可能朋友多一点 然后女孩子可能喜欢他 会给他发一些短信呀 主动打一些电话 靠近他呀 那也是很正常啊 尤其你们又是做生意的 所以说这就你们两个人 实际上在信任度上出了问题 然后越不信任就越出事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俩基础特别的好 但是在夫妻相处之道上 在信任感的建立上出了问题 如果能把这个重新修复一下 其实你们还是一对好夫妻 那我想就就着建一老师的话 问一下去啊先生 你们两个人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我相信在你们的交往过程中 肯定还是有好的 当初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当时你们两个人是谁先看上谁的 能跟我们讲一讲那一段美好的恋爱经历吗 这个讲出来就大家有点笑 因为当时我小伙子长得也挺运俊的 你对她的 你是对她一见钟情 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她是外婆来的 他们家在你跟你们家外婆隔得很近 有时候你去外婆家就能碰到她 对 等于两个人应该算是知根知底了 那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子呢 那肯定是南方吧 怎么可能是我呢 是你吗先生 其实当时我这样人比较专一 他还是我初恋 也就是我这辈子也就谈过他 这二八经就谈过他这一遍 谈着谈着就犯迷惑了 就结婚了 二十几岁 然后当时家里在讲 讲我们都年轻对不对 还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小伙子当时比较冲动 就稀里糊涂了 你觉得稀里糊涂 当时还是觉得这个女孩不错的 第一当时接触的环境小 横叔看过来也就那么几个人 其实当时我说实在话 我们家里最大的这个问题 的的确确不是说 因为外面的一些什么风景 既然我今天赶到这里来 对不对 我也什么东西都没做准备 是不是 认识我的人也多 基本上我周围的朋友都会看到我 对不对 那知道我一想还知道 我是这么一人 是不是 我也很坦诚 很公开的去跟大家去交流 这个事情 我也不怕 那也就是说 我认为和他现在不幸福的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来源于生活当中的 那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我实在受不了 就他的默默唧唧 对吧 他做事的一些方式方法 然后他平常 他这种疑心啊 有这么一些东西 那如果说今天 他在我们的专家的帮助下 有一些调整 自我认识提高了 如果还想过下去的话 你觉得还有可能和机会吗 过啊 嗯 有这么一个意愿就挺好的啊 来 丈夫您往这边坐 我觉得刚才丈夫的这个回答 还是给我们的一些希望 但是怎么过 他们其实还是面临的 特别多的问题要调整 我也希望五位专家 真的是根据他们的性格特征 能够给一些实实在在的 一些方法 我的方法简单 不好做 四个字 两个词 第一个词是尊重 怎么尊重 对你们来说很简单 不容易做到 就是住嘴 这个能做到吗 我觉得这个做到 应该从妻子开始做起 能做到这一点吗 他稍微改变一下 就是说 没有前提 没有前提 他的困难就在于 他可能一直在继续下去 他继续的差下去 他比现在还要差十倍 对先生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对方继续差下去 而我无条件的 从我自己这儿开始做 就是当话题 开始变得不堪的时候 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开始变得不堪之前 住嘴 先从自己这儿住嘴 不要把一个不堪的话题 继续下去 给彼此留有尊严 可以吗 可以 先生呢 我可以 第二个呢 是尊重 尊重 对他俩来说 因为尊重 它涉及很多内容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地方开始做 就从住嘴开始做 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人 都能特制 说那种不堪的话 后面要做 就很容易 你就知道应该做什么 先从住嘴开始做 好 白天老师 刚才太太这个反应 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 就是如果那么 要改变可以呀 如果你怎么怎么样 这个条件 我认为满足了 那么我就会 随之有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一种习惯 但是毕老师 刚才解读的非常好 就是假如这个先生 就继续这样 你要什么 你要不要做调整 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改变 对别人会有影响 而不是说 你改变 我跟着你去改变 把这个关系搞明白 搞明白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 我做什么 对方对我会有不满意 好 我调整我的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先生 因为其实我们经常提到 这个野心这个词啊 我觉得野心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用在工作上 用在您的这个职场上 它可能会帮助您 成就非常大的一个事业 但如果说这个野心 用在婚姻当中的话 那肯定会让您的日子 过得十分的不舒服 正是因为您觉得 自己的内心状态 是非常有那种强烈的 这种野心感的 才会对您的妻子 有某种程度上的轻视 如果你真的重视她的话 你肯定不会跟她讲一些 她不能接受的 甚至是别的女人听起来 都特别刺耳的这种话 我讲了这几年 我都非常感谢她 所以我手下来讲 我肯定她的优点 她持家 带小孩 对吧 并且对我相对 也是比较扶持 就是说在某些事情上面 也是比较扶持的 这我都肯定 并且在家里 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能操心的 她都操心的 我肯定她 但是我说我容忍不了的 第一的确实 我现在这种生活的状态不好 就如果把这个女人 分为十分的话 你刚才所肯定的这一切 能够占到六分吗 能占到六分 能占到六分 也就是说 她现在需要调整的是四分 对吗 对 但是我是这么看 时间久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是硬刷 比如说要签单子 因为做生意 那是需要 及时给太太回复一个 比如说两个小时 认为可以结束 说我六点钟就去了 那到十点钟 差不多能够结束 这几个小时的时间 那一看结不了 跟太太今天打个电话 您主动一点 就省得她去催您了 所以这个做事呢 是相互的 我觉得您说的这 还是太轻了 先生我给您一个 这个欠告 这饭啊 不是说别人邀请你 你就可以去吃的 或者你就必须得去吃的 你欠那饭 我说的难听了 就有点 这是真的是很多女性 在我面前的各种各样的 怨言纵结起来的 如果你做得得体 你太太不会一顿晚饭 都不让你出去吃 或者我给您一建议啊 以后要是跟女客户 单独的饭 就约在午饭 跟男客户的饭 可以约在晚饭 午饭的话 您不能吃太久 因为下午还得上班呢 这样说 就大家每个人 在脑子里面 想我们周围的这个关系 或者我们听到的 名人的作为啊 比如是陈旭 因为我跟他很熟啊 比如有人跟我说 陈旭昨天晚上跟那谁吃饭 吃到12点 当时我肯定就会说 吃得真够晚的 就过去了 但是有的人 你这样说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EUA 对吗 所以 EUA是什么的 一切都是自己的修为 其实你做了这么多 为他放弃对吧 来到北京 我想你们来到北京 跟我们当初在北京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一样 住过地下室 对吧 吃过很多的苦头 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些收获 可是到这个时候 为什么他念不了你的好呢 其实生活的 有一个好的结果是互动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应该从什么地方 开始做调整呢 还是这张嘴 他不说了 就是说他 最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不好 就喜欢 我给他一些建议啊 不能在做的过程中间 我给他建议 或者是杂志 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俩都站起来 你们俩都站到 那椅子后面去 咱们先讲规则 就是不可以把这两把椅子 落起来 但是要低起来 两把椅子 这位男士 你把两把椅子都拿起来 先去一会儿 累吗 累 好 假如你的右手 是你的婚姻家庭 你不许放家 假如你的右手 是婚姻家庭 你的左手 是过去那些 成芝麻烂骨子 现在允许你放下一把椅子 因为很累 放下一把椅子 你放下哪一把 放在哪 好 那你把那把端好 先生选择了放下左手 代表着过去成芝麻烂骨子 那你把这个 婚姻家庭这把椅子端好 哎 这一把是可以削纳的 是不是 弄两把 你是很难削纳 对吧 好 请放下 你虽然是个弱女子 同样的游戏 给你 代表一刻 讲问题的 不行 对吧 肯定拿不起来 这就是女人 知道吗 实际上女人 你在嘴巴跟刀子一样 你也是女人 所以说呢 只能选一把 你还不像她 还能拎一会儿 你连拎都拎不起来 那好 一把成这么烂骨子 一把婚姻家庭 举乃吧 那我肯定是举这一把 举起来 谢谢 你看 弱女子也端得起来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两人都选婚姻家庭 那就应该怎么样啊 把过去的事情 彻底地放下 所以我们现在放一首歌 安静地 你们彼此 看着对方也好 或者我们 自己来回想也好 好好地想一想 这六年 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 发生了任何矛盾 和冲突的时候 要多想想自己的责任 婚姻是克制欲望的地方 如果你的欲望太泛滥 就不要选择婚姻 如果选择了婚姻 就要克制欲望 负起责恩来 尊重是基础 你尊重别人 你才有自尊 要想把这个婚姻 走下去 只有两个字 坚持 其实我们这一生 最重要的一种 合作形式 我们值得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去更多地考虑 对方的感受 想到了很多过去 对吗 我觉得这么多年 虽然说结婚六年 但在一起 过日子也过了十年了 我觉得十年 确实很多风风雨雨 走到这一步 真的不容易 我们都有错 只是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还是 比老实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心态问题 可能我就这张嘴 就自觉地委屈 但是没有真正意识到 就是这婚姻 我要过的话 其实这种方式 这么做的话 只会越走越远 只会越走越远 先生你在看到 亲死流浪的这一瞬间 你心里会是 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我说了 我在十年 我到今天为止 包括之前 哪怕有挫折的时候 我还是肯定它的优点 我一直都很肯定它 这个肯定是来源于内心的 我一直都在想它的好 此日此刻 你还会想到它的好吗 一样的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想它的好 那能不能在 今天离开这个演播室以后 把那些不好的 全部都放下 我其实来讲 我一直以来 都没有念它不好 这样 马上呢 你们就到我们观察室当中 然后你们好好地想一想 这六年到底 这段婚姻我们还要不要 我希望你们这个决定 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家庭负责任 对你们的未来负责任 好吗 是 经过专家老师的耐心疏导 以及内心的思考 刘先生与李女士决定 给彼此一个机会 试着将这段婚姻经营下去 尽管在前方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未知的困难 但是他们愿意挟起手来 并肩向前 婚姻在人生的某个角落 因缘相识 因爱而生 与矛盾结伴 与冲突并行 争吵 怀疑 疲惫 难以避免 当你选择继续的时候 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一切的未知 请不吝点赞